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9号呢就是后天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 其实今天本来主题是水逆 但是呢水逆大家已经习惯了 常常在听没有什么稀奇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也几乎没有感觉了 但是倒是很想知道 就是那个到底有什么好事会发生 我们都期待好事嘛 对不对 尤其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小七的福袋 福袋就是幸运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知道自己的幸运在哪里 那当然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个一定是我们做对了什么 首先既然我们要讲幸运 我们就要好好了解 现在群星在摩羯 摩羯到底代表什么 那它因应了我们现在的能量场在哪里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充满摩羯的星象能量之下 怎么得到幸运 其实摩羯这个星座 摩羯它在占星学里掌管的位置 就是跟形象跟成功 跟最后最有成就的地方有关系 所以摩羯的人身上所体现来的某一种品质 也就是他们也会很渴望成功 这是第一个 你如果是摩羯星座的人 那再来就是 这个宫位通常也是 我们人之所以进阶 人之所以所谓的成功 所要该用力的领域 我们会因为在这里用对力气 用对方法 所以我们得到了成功 这样知道吗 它也是因为 为什么要说用对力气 因为你如果不好好的面对你的摩羯功位 现在群星走到你的摩羯功位 你如果不好好使用 或好好的看待这个摩羯功位 它也有可能是拖累你的地方 因为摩羯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其实我觉得摩羯学里面的所有星座的能量 它掌管的定义都不能说 这样就是好 那样就是好 那样就是坏 没有 好坏都是看你怎么使用它 这样知道吗 摩羯既可能是让你成功的地方 也可能是让你觉得很苦的地方 那可是 很多谚语也直接告诉你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也是非常摩羯的一句话 你要成功 你要当人上人 那你就要吃得苦中苦 那个吃得苦中苦的地方 就是你成为人上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的了解 这个摩羯功位呢 那现在一堆星走到了里面 我们正处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待会再告诉你个别 它掌管了你哪个公位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我们的摩羯功位 它就是之所以你现在在做所谓的 2022年的总结 我们做了些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了过去一年 我们做了什么的成绩单 我们才能够去展望未来 我们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那还有摩羯这个星座 它也是开创星座 开创星座 它的对公又是巨蟹 所以你知道吗 摩羯也让我们感觉到 你一定会在这段时间 最有感觉就是什么对你最重要 结算到后来 到底是健康对你最重要 钱对你最重要 事业对你最重要 身体还是家人 因为摩羯代表 所有东西都收缩到最小 比如说当你最无能为力的时候 当你收入觉得是不够的 很多事情是欠缺的 比如说成就感欠缺 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最后最后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你最能够给你力量的是什么 那种东西就会浮现出来 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在过去这两年 很土星水平的时候 也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家人的陪伴最重要 有没有 或者是生病了 你就会觉得健康最重要 然后之前那种 整个齿轮很顺的时候 你每天急急盈盈在追求的 本来还想说下个月要买哪一个名牌包 下个月又要做什么事情 忽然间觉得都是进花水月 有没有这种感觉 人要在最匮乏的时候 你就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感觉到最重要 或者是你的态度 摩羯也跟隔离有关系 我所谓的隔离就是 我们是有规矩的 我们是有条件的 你不要超过 你不可以太超过 所以有什么事情触怒你呢 让你忽然间很有情绪 你就知道你的界限到了 原来这样子 这样子的事是会惹怒你的 原来一个人太白目 他说了什么话 就会让你很没有安全感 就会让你很生气 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行啊来 很搞不清楚状况 你也马上知道 原来我的 我的极限在哪里 超过了这个极限 人是会生气的哟 人是会抓狂的哟 我们也都在知道自己的极限 所以千万不要再说 你是一个有修行 有修为的人 因为你有没有修为 未来的一个月 因为我们太阳刚进来摩羯嘛 未来的一个月 我们就会知道了 你的界限在哪里 老师我穿 老师穿这样好像很凉 因为我穿了一个短袖 我不想吹天风扇啦 可是在我家有灯在照着嘛 所以就会很热很热 也有人说 家人的事情让我一秒就发怒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有的人的仇人 就是原生家庭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几乎没有一个人 不落下原生家庭的伤害 每一个人都有的 每一个人都有 因为家人一定跟你性格 也不一样啊 对不对 爸爸妈妈年代 也跟你不一样 他们是大你好几岁的 十几二十岁 那就是一代人了 那这种世代的差距 本来就是很难沟通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 父母啊或小孩啊 之间都有所谓的 上对下下对上的 这种情况 那也不是每个人都很幸运 会遇到好的对的人 有的人就是结仇 所以来当亲人的 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人的一生都是修行啊 在这个摩羯时节来讲 辛苦也很合理 那更不要说水星快要逆行了 水星什么时候逆行呢 后天 后天 但是我们应该已经感觉到了 比如说我最近最近 我一天到晚在看网路上的新闻消息 我就会不断不断的看到很多摩羯座 比如说锦上雄雁的灌篮高手 要出电影版了 哇我就觉得我好喜欢 我每次看到灌篮高手 我听到他的音乐 我就会想哭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锦上雄雁太会画了 我光看漫画我就已经感动到不行 然后他又何况他是不画下去 很可恶 后来他去画浪子健兴了 真是气死我了 居然不让那个比赛继续 好那或者是版本龙一 版本龙一不是前一阵子 有钢琴的那个 钢琴音乐会在线上的 有很多他的消息 然后也有宫崎俊 听说这位老爷子又要推出新作品了 在一两年后吧 就是我最近常听到这些摩羯座的消息 他们都是摩羯座 他们都是 因为我是记得人家星座的人 那我就觉得 怎么真的一堆摩羯座的新闻呢 因为现在是摩羯过生日 以及水星要逆行摩羯 以及金星在摩羯 那当然还有一个大魔王 冥王星也在摩羯 所以哇 现在摩羯的大咖都出龙了 是不是 那水星逆行摩羯也会让我们 可能会跟老人家 尤其是这个时候 老人家会跟我们多亲近 你有没有 比如说跟你的老板 长官或前辈 他们有来跟你say hello 跟你约吃饭 或者是你会很想关心 他们的现状动态 然后想跟他们把关系重新签起来 应该最近这种人际关系要约很多 因为摩羯之后 再过几天 金星就要进水瓶了 所以人际关系要开始活络起来 当然除了你自己要不要跟人约 这种人际关系 水瓶的人际关系则是我们会往人多的地方去 比如说就会比较愿意逛百货公司 比较愿意去年货大街 比较愿意参加活动 比如说什么展览 什么会 什么音乐会 那亦或是公众场合 那个旅游景点 因为年假也快到了嘛 或类似跨年聚会 人也会开始多起来 那个时候 这个金星水平的能量就来了 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这种跟朋友碰面的机会 比如说吃 尤其是一月中旬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尾牙会很多嘛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会去参加呢 也会抽很多的奖 好 所以这些地方也都是我们之所以幸运的地方哦 有了金星 金星就是在这里带给我们幸运 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你的幸运的地方在哪里 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摩羯的力量是在这里 那苦有没有呢 也有 因为我喜欢讲正能量 喜欢讲好的地方 可是我相信有人是过得不好的 摩羯能量也跟不要啊 不可以 禁止 不可以这个 不可以那个 有关系 所以待会讲到你的宫位 有的人可能也在这个地方觉得 有虾咖 有白木鬼 有令人生气的人 必须要让我拿 stop 拿出stop 那个牌子 有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地方哦 你会欢迎某一些很对的人 在这个宫位 你也会禁止 不对的人 接近你 这个 这个也是很人生哲学 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往那边去 那么你就要用对的方法 然后把错的方法 隔离掉 然后 引进对的人 然后把错的人 来请出去 就是那个宫位 就是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摩羯很现实 原因在这里 因为我们不允许错的 不允许不够好的出现 那当然当你严格执行到一个程度 就难免会有给人家一种 大小眼 给人家一种很现实 只看成不成功 只看有没有用 然后没有用的 不够好的 太讨厌的 你们就这样子 太小心眼了 然后不够大气 No 要大气你自己大气 好不好 如果真的是不对的 当然是要请出去啊 是不是 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 用开创固定变动来告诉大家 那这个顺序呢 我们就会从固定变动最后开创 然后我希望争取一个小时之内结束 希望一个小时之内结束 因为我们后天29号 我们有马拉松的一月运势要登场 所以今天只是小菜一碟哦 但是今天要讲幸运嘛 所以我们一定也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好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的幸运在哪里 那当然就是因为小七的置入咯 我们这次小七的福袋呢 不等农历年 我们现在就开卖了 1月1号开始 是1月1号吗 1月1号0点0分 我们的门市现货限量开卖 那这个福袋呢 的特色 就是它都是肖像联名的限定图案 最强的肖像联名哦 有迪士尼百年庆典 迪士尼已经100年了 那它是迪士尼系列 就是他们公司集团 所有的跨肖像 你可以一次收藏 小七就是很喜欢 跟这些很棒的厂商联名 所以你就可以从他们的福袋里面 得到这些商品 除了有迪士尼百年庆典肖像 然后还有皮克斯的卡通人物 还有Hello Kitty的兔年限定都有哦 那角落小伙伴啦 兔年代表卡纳赫拉啦都有 所以你的小朋友 如果很喜欢收集这些卡通图案的话 小七福袋能够满足你 那这次的福袋有几个价位 就是299 499 1299跟1699 听起来好像很贵对不对 来299的话就是这个啦 就是这个 299就可以买到这个Hello Kitty的包包 然后里面当然就是他们的商品啦 可能饮料啊零食啊这些的就299 然后499的话呢 就是里面有走春必备的 比如说像这个保温瓶 来保温瓶 我这个是米老鼠的保温瓶 很漂亮哦 冬天的时候带个热饮在街上 然后还有这个保鲜盒 这个是499的福袋 保鲜盒的话 有各式各样的图案 然后那个袋子就是这款 这款袋子 就是前面有两个口袋 有各种颜色 那299这是499哦 299的话还有这个拉链带 就是你可以伸缩 可以变大可以变小 那这是499的袋子 好那这个呢 再来就是1299是全方位料理主 全方位料理主呢 不用袋子给你箱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跟餐具有关系 像这个是火烤两用锅 火烤两用锅 在你过年的时候 这边可以烤肉 这边可以吃小火锅 这很可爱 我每次看到 我每次看到小七 跟那个卡通连饼 就觉得很厉害 然后还有气炸锅 气炸锅在这里哦 这里 3点多公升的气炸锅 3.2公升 你家缺一个气炸锅吗 那你就可以买1299的福袋 1299不贵 最后是1699 1699就是行李箱福袋 迪士尼皮克斯 Kitty跟美国旅行者联名的18寸 现在不是解封了吗 可以出国了吗 那这个就是机上行李箱 你可以带上飞机的 而且这个1699可以送你两杯星巴克 1299送你一杯星巴克 抵用券 那这个行李箱当然是印了我们刚刚讲的迪士尼百年庆典的图案啊 或者是皮克斯的图案或Kitty的图案 你可以挑选哦 好那这个都是限量的啦 所以我们1月1号开卖 卖完就没有了 好不好 那里面呢 里面还会有这个抽奖的序号 所有的高价福袋里面会加赠更多的抽奖序号 就是299的499的也都有 但是高价福袋就有更多序号 你就能够抽更多奖 抽什么奖呢 我们有二重奖 来 第一重奖 第一重抽奖就是马沙拉蒂 光阳电动车跟Klook万元旅游金 你可以抽马沙拉蒂哦 马沙拉蒂头奖一名 这台车GT跑旅396万元一台 400万 你有可能抽到400万一台 然后也有可能抽到光阳电动车跟万元旅游金 用那个序号去抽 然后第二重抽奖是马沙拉蒂加薄金包 这个薄金包30寸的 然后他说市价是86.6万 86.6万 有搞鬼 我小时候在那个 那个薄金包还可以排队的时候 20年前吧 我买过一个 那个时候26万我就已经觉得堂血了 现在86万 而且我26万买到了以后 我觉得跟我气质不符 因为我那时候走野性路线 所以我26万元就要把它卖掉了 我是神经病 对我是神经病 我后来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是个白痴 好 我们这一次呢 在我们福袋里面就可以抽这两样 那我们今天呢 就送出499的福袋给大家 好不好 我们会送五个给大家 那在我们这一则直播社公开分享 然后请留言 来 你有没有抽过什么奖品呢 不管是尾牙抽奖啦 或者是什么 活动抽奖 你有没有抽过 抽中过什么奖品 请跟我们分享 好不好 那我们1月3号 下午5点公布五位得奖名单 送你499的福袋 然后并且里面有序号 你就可以参加抽奖了 好哦 那我们今天第一组就是固定星座啦 怎么买啊 1月1号好不好 1月1号起 不是现在 现在还不到1月1号 1月1号就是跨年的第二天 看完烟火的第二天 你就可以到小七门市去抢购了 因为是限量的 好不好 班长起床了 你们有注意到班长睡这里 嗨 我有答应他一个半小时结束 然后他就 心情还算好 有同学说抽中过书 没有偏财运 李彩玲 我也觉得我没有偏财运 可是 某种程度 我个人觉得啦 当 当你走到了像我这个地步 比如说当你的专业能力到了一个地步 你的 你已经可以倚架质量的时候 那某种程度也代表偏财运 你懂我的意思 因为你的能力如果够强 你账价别人都买单 这不是偏财是什么 就是以前你做一个工一万块 然后现在你就算涨到两万三万别人也买单 那就是代表你能力已经够了 然后你花同样的时间可以赚到别人三倍的钱 因为比自己以前一倍的钱还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也叫偏财 所以偏财可以自己创造 当你能力够强的话 好哦 我参加过公司尾牙 投奖四万元百货礼券 哇 有人抽到沉满吸尘器 我好想知道你们觉得抽到最瞎的礼物是什么 你们也可以写上来 你可以后面写个瞎 好不好 然后让我们以后送礼知道什么是瞎 好的 我们第一组既然要讲的是固定星座 那就是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好不好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 我们就讲太阳 水腻 金星 摩羯 现在正在你的哪里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它正在我们的变动宫位 老实说 这个是比较好的宫位 比较好的宫位 第一个变动宫位本身就带有lucky的特质 所以当你群星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那个可能比较舒服 相对比较舒服的人 所以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会因为这一组能量是相对比较舒服的 but but 我们刚刚说过了 摩羯本身就有两种极端 一个是你做得还不错 所以你现在得到了好报 那另外一个就很可能是 加上有水腻嘛 你有可能觉得在这里受到了一些阻碍 受到了一些卡关 然后或你觉得是没有人支援你 以至于你要自己很辛苦很奋斗很努力的地方 都在运用自己的资源消耗自己的资源嘛 我想知道大家抽到什么 有人抽到电视 哇哇 all in one的电脑 wow 嗯 烤箱 wow 火车旅行 网品餐券 抽中过气炸锅 体重剂 马克杯 呃 佩利德 哇 哇 大家抽蛮多的嘛 其实我觉得抽奖本身也是一个好像让我们知道我们love lucky的感觉 对不对 希望大家都中奖 我们今天就会送出五个499的福袋给大家 然后如果你想碰运气的话 1月1号也可以到小七开始买 他们就开始买这个福袋了 不管你要小家电啦 或者是你要行李箱啦 1299不贵吧 小家电 1699行李箱耶 那再来就是299499的福袋 嗯 有新加坡金沙饭店的住宿 然后你有去吗 郭芳瑜 你有去吗 哦 好好好 哎 美少女战士模仿棒 抽到这个哦 抽到过一堆小小的化妆品试用组 哈哈哈哈 好来 变动星座 哦不是固定星座的变动宫位 那我先讲个大概哦 变动宫位 它既然是变动宫位就是3692 3692我们去做这些宫位的事 我们就能够得到Lucky 或你本来就有这方面的计划 还有我们刚刚讲了 这也是你们身上之所以会成功的原因 所以咯 固定星座的人 有一点知识 多读点书就对了 真的真的 在我们本命星团里面 它就占据在我们的变动宫位 所以变动宫位的人就是 你身上如果有书卷器 然后或者是你有某一种专长 比如说语言的专长啦 表达的专长啦 很会说话啦 很会沟通啦 固定星座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特点 你大概离成功不会太远 但是如果你拒绝沟通 或者是你千言万语说不出来 你就会很吃亏 这样知道我意思 好所以我们想要得到Lucky 我们就要在这个部分 有刻意的去用功 跟刻意的去用力 所以多读点书 有机会再念一个学位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尤其是现在 疫情期间 还有世界很多的行业 正在停摆停顿当中 那自然而然 很多人就会 过着比较收的生活 比如说最低消费啦 然后也不敢许很大的愿望啊 那么你就可以去走进修 然后走多看书 多充实自己 那然后三六九十二 也是多交朋友 固定星座的人 我知道我们有自闭的特质 可是事实上 我们也很喜欢交朋友 对不对 我们也很希望 怎么说 朋友之间能够互相帮忙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 开始筛选一下你的朋友 有些朋友的确是 很值得敬重 那跟这些人连接 占取对方的一些好能量 或者是觉得有为者亦若是 你这么棒 你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我想跟你看齐 那跟这样的 好的能量的朋友 就会带给你好运 主要是你很愿意施法 你很愿意学习 因为固定星座的人也很 有固执度 我们经由狮子天心水瓶 我们有固执度 可是我们有一个能力 叫做只要我们想变 我们就能够彻底的改变 真的真的 这是固定星座的超能力 经由狮子天蝎水瓶的超能力 只要你想过着不一样的人生 你一定想 你一定可以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变来变去 跟变动星座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有死脑筋 我们一有死脑筋 想不透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改变 我们只想硬碰硬 我们只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努力看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固定星座不想离开舒适圈 我们有一套我们自己习惯的方法 跟我们习惯的价值观 好物分明 讨厌的就是讨厌 你告诉我这个讨厌的东西是对的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宁可倒霉死了 我都不接受 这是很多固定星座 卡在某个地方卡很久的原因 然后一直到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掉泪 就是他掉泪了 他心死了 他一定要遭逢大难 他才会死而复生 这是我们固定星座的性格 所以啊 我们周遭如果有交一些朋友 可以很聪明的就度过了难关 或者是有读过书的人 你很钦佩他 你觉得他好聪明 那你听听他的方法吗 对不对 固定星座的同学 不要固执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就能够起到了一个自我改变的作用 那就是你的lucky OK 大家都分享 自己抽到过什么 对讨厌鬼就是讨厌鬼 没有错 所以你知道很多固定星座进步的很慢 或过着 就算不是很好 但是至少这是你要的人生 嘴巴也很硬就对了啦 好 可是如果现在群星在我们的变动宫位嘛 如果你可以转个弯 如果你可以透过书本 透过朋友 给你一些知识智慧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好 那再来呢 就是像金牛 金牛同学 现在群星在你的九宫 九宫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可以出去走走 不管是出国 或者是出门 或者是灯高 我觉得灯高也不错 灯高让你的心情开阔 或你不肉体上的灯高 你不爬山 你意识上的灯高也可以 什么是意识上的灯高呢 就是凡事拉远着看 你不要近看 你要看未来 你不要看现在 你只要一想到现在 你火气就很大 可是你一想到未来 你就觉得现在这些不算什么 所以拉远了看的这件事情 对金牛做是有好处跟有帮助的 然后因为水星也腻在这里嘛 所以你可能也最近 很容易遇到 比如说大学老师啦 外国朋友啦 或听到一些外国朋友的消息 你的外国朋友怎么了 住在海外的亲戚怎么了 或者是跟某些亲戚 合得来合不来 原因是什么呢 意识形态大家不一样 理念理想 风格方式不一样 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 或者是道很同 就越来越靠近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是我们会成功的原因 会幸运的原因 它也会是我们之所以 要设下限制的地方 所以金牛跟天蝎 都是三九宫系统 所以金牛天蝎 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有些朋友你很欢迎 你对他扇门大开 有些朋友就是禁械不明 最好不要再联络 那不要再联络 你也会因为起了情绪反应 就是这些人也太瞎了吧 平常都不联络 然后过年的时候 就要抱着小孩来要红包 不管是朋友或亲戚 你可能都会对这个东西 非常的介意 平常有没有往来 这才是 有没有是不是朋友 有没有在交朋友 然后对方有没有诚意的特质 所以天蝎也是 天蝎的群星在三宫 所以我说过 你们应该会有旅行计划 未来的一个月 那这个旅行应该也会蛮开心的 蛮顺利的哟 比如说去到了你觉得很棒的地方 很棒的国家 或在那边有 会遇到很不错的 因为是太阳嘛 有太阳在 有太阳在的话 应该会玩得很尽兴 会遇到 你想遇到的 比如说买到你想买的东西 看到你想看的展览 然后认识你想认识的人 你一定有个主题 然后那个主题是可以达到的 那这个当然也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幸运 那金牛跟天蝎 看书 最近有没有想整理书 有没有 开始太旧换新 然后把以前的笔记整理整理 把乱七八糟的地方 收一收 把它弄得简单干净 如果你最近想做这样的事 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 因为应该是有些地方 已经乱到不行了 有没有 固执星座 对固定星座就是固执星座 那至于狮子跟水瓶座 那这个群星在你的六宫跟十宫 六宫跟十二宫 六宫跟十二宫 那这个 这个就是狮子跟水瓶 赖以成功的原因 就是你们真的很勤劳 我觉得狮子跟水瓶 你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是劳模来着 模范劳工 然后做不好就努力的去做 所以不要以为狮子座 只会什么很浮夸 No 那个是小时候的狮子 长大以后 反而很多狮子 很多水瓶 他们会努力的收敛 然后很努力 很拼命的工作 所以群星在这个宫位的时候 又更加凸显了 他们这方面的能力 或者是困境 能力好的狮子或水瓶 那最近当然就是会得到很多奖品 我所谓的奖品就是奖赏 或者是礼遇 也许是升官 也许是别人会觉得 哇你的工作能力很强 到处到处都彰显了 你这里也强 你那里也强 或者是很多事情要交给你做 或者会用比较好的待遇来邀请你 那这个是狮子 不管是太阳上升 狮子或水瓶 应该可以感觉到的哦 蛮感受到这一股能量 可是不好的 不好的 因为我们毕竟有水逆嘛 那不好的能量会展现在哪里呢 第一个 你的健康要小心 健康出问题 所以最近应该会有看医生 狮子座跟水瓶座有看医生 去医院 或身体有一些小状况 那你自己也很清楚 你自己有什么坏习惯 比如说一边熬夜 一边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熬夜了 或一边开着电视睡觉 然后第二天醒过来 电视也还开着 你也知道自己没睡好 你都知道你的坏习惯是什么 那所以你知道你要怎么获得幸运 各位过去两年 我们是不是知道一件事 叫做健康才能够拥有一切 老人家都这么说 但是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都没有听在耳朵里 可是过去这两年 具体的告诉了你 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什么事业啦 什么赚钱啦 或者是你有一堆享受的东西 通通都是过眼云烟 所以想要得到幸运 我觉得第一个金牛 狮子跟水瓶系统 所有的固定星座也可以参考 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从现在改变起 你会得到不错的效果 养生 那养好你的身体 你有这方面的运气 以及养好你的身体 你就得到幸运了 你就是那个会长命百岁 把你的万年基业好好的留下去的人 你那么努力 你在工作上那么努力 然后你就病倒了 然后就怎么样了 那你之前在累积什么 你要享受到你的累积 你要有健康 所有的狮子 所有的水瓶 请注意 知道吗 所以你给我 这个年假 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吃营养品 好好的调整你的饮食 戒掉你的坏习惯 什么宵夜 有的没的 其实讲穿了 他也是走行运的路线 可是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 总有一些点 是带给你幸运的 还有狮子跟水瓶 请好好地跟你的工作伙伴 有一些好的互动 积极地配合你的周章环境 就算你不要拿你的固执 去给一堆理由 我之所以不改 或我之所以一直这样 是因为什么什么 那你要改啊 如果你周遭的工作同事 因为尤其是伙伴啊 同事工作风格是怎样 跟你格格不入 你就是那个特别的人 你要不要检讨一下自己 你不可以这么特别 你要融入大家 因为你周遭的这些人 现在都是蛮对的哦 那他们的意见 应该也是蛮值得参考的 所以你要学会融入你的周遭 有人胆敢跟你说这些话 意味着这就是你的问题 你改了就会好很多的地方 这样知道哦 好 真的有人急性肠胃炎 去看医生了 对不对 有发炎的 或老毛病复发的 或皮肤 或牙齿 或骨骼 这都是狮子水瓶会遇到的 还有一点哦 狮子水瓶你们也应该要多休息 或者是低调一点 低调也会带来lucky哦 此时此刻 高调啦 你会发现反而很多的是非 然后或者是话反而说不清楚 所以我刚刚说少辩解为妙 少说少错 然后低调或隐藏 或超精修行 或去我们刚刚讲 精牛天蝎可以登高嘛 去爬山 那么狮子跟水瓶 就可以去清修 去悄悄送波 去静心打坐 都是不错的 身心灵的养生 有身体的养护 也有心灵的养护 那这一组 在我看来 目前这一个月 未来的一个月 就是固定星座 算是lucky的 因为变动宫位 它带来的挑战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大 不是 对变动宫位 上不转路转 然后你脑子要懂得转弯 所以如果你想要lucky 来个小旅行 看个书 然后跟朋友出去 然后养生 或者是到宗教体系去 接近他们 或者是身心灵的东西 多接近 对你都是有好处的 好这是第一组 固定星座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变动星座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有同学抽过保养品 好久没有爬山了 大家要注意健康 好像快要感冒的狮子 最近天气很冷 然后气温又 凌晨到了9度 然后中午就到16、7度 有时候21度 有时候21度 就是我觉得温差蛮大的 这个过年 所以大家要保护住自己 带小孩出去旅行 好来 那再来当然 我们第二组就是变动星座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然后我们今天是帮小七 来告诉大家 全新30款开运 惊喜福袋 1月1号零点 门市现货开卖哦 我们有迪士尼的百年庆典系列 哇好多 米老鼠啦 小飞象啦 公主啦 然后皮克斯系列 然后Hello Kitty 兔年造型 角落小伙伴 还有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都是好可爱的图案 然后我们有299 499 1299 1699 然后他们买了 你买了这个福袋之后 里面又有序号可以抽奖 可以抽马沙拉蒂 我是个大人 我就会很哈这个马沙拉蒂 马沙拉蒂要四百万流 然后第一波马沙拉蒂或光阳汽车 或者是万元旅游金 光阳电动车 光阳电动车 不是汽车 是电动车 好那第二波是马沙拉蒂加博金包 如果你很哈博金包的话 我们也来抽抽看30公分的 我觉得30公分的蛮刚好的 35公分就会比较大一点 可以装电脑了 好哦 那这个都是 总抽总价值超过一千万元的大奖 那当然299 299的袋子就是长这样 有这个 这个袋子 Hello Kitty袋子 还有这个袋子 这个是双层的拉链袋 你也可以短短的小包包 你也可以把这个包包 是个大包包 好 好 那499的话呢 499的话里面就有这个 保鲜盒啦 或者是有这个保温瓶啦 然后它的包包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好 是前面有两个小口袋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 怎么说呢 很好 细带很好使用 然后再来就是1299 就是小家店 小家店有这个火烤两样组啦 好 抑或是气炸锅 我自己觉得气炸锅是 这个最好的发明 就是又不用用油 然后又有炸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1699 就是行李箱了 那行李箱当然就是上面有我们 小气联名的卡通图案 然后以及这个是可以登机的 好不好 这个登机箱我看一下 18寸 然后送星巴克咖啡券两张 1299的小家店的话送咖啡券一张 好这些里面都有序号 那高价的这个福袋呢 序号更多 那你就可以参加抽奖哦 那我们今天会送出五个499的福袋给大家 那就社公开分享 以及在留言处留下你抽过什么奖 那我们1月3号下午5点 就会公布得奖名单在这个下面哦 有五个袋子送给大家 蜜甲好可爱很乖 吓到蜜甲了他有点不高兴 对我刚刚把他吓到了 因为我这边放了很多东西 然后一个就掉下去 既然都掉下去了 那个就给我好了 应该有点摔坏了我觉得 那个火烤两用族 好变动星座我来了 变动星座呢就是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那么现在我们的摩羊群在你们的固定公位 固定公位 固定公位当然就 这不是一个好玩的公位区 固定公位多少都是会带来一点危机感的 那很多人的危机感来自于哪里呢 第一个来自于金钱 所以你们可能会烦恼着钱的问题 烦恼着身体的问题 你们跟固定星座的老毛病复发又不太一样 你们的身体问题是你们真的会去思考自己身体的弱点 你就是一个比如说过敏的人 你就是一个手比较没有力气的人 你就是一个腿比较粗的人等等 你会对自己的身体有自己的 怎么说它引起你的自卑 或者它是你最自豪的地方 那不一而足 不一而足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注意到变动星座的身体特征 比如说长得好漂亮 腿好长 身材好好 很多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们身上的某一些身体特征 一般来说都是会被人家夸赞的 可能夸赞你的容貌 可能夸赞你的身材 原因就是在你们的固定工位里面有摩羯座 它也有可能就是你的利多 它就是你赖以在一群人里面 之所以可以成为很出色的人的原因 所以我们对此也要懂得善用 比如说善用你的体能优势 或身材优势 然后让别人觉得 就是你的强项是什么 或者是反过来 强项不是来自于你长得特别漂亮 或腿特别长 强项很可能来自于你的性格很好 你很随和 你很愿意展现你的亲切 等等 所以这是固定性 这是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其实是可以当强项的地方 那反之如果你的个性一旦击车了 一旦难相处了 或者是太有个人特色了 你也瞬间会感觉到 你的命运发生转变 所以你知道变动星座的人 偏偏又有一点点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偏偏又有一点那种 一个不小心就大头正 一个不小心就觉得自己还蛮厉害 蛮可以的 或者是 一个不小心 一个不小心 千千万万不要这样 混得太好的时候 忽然间就牙起来 或者是就拽起来 然后 对上可能还会恭敬 对下就不是很客气 一个不小心会这样 那也因为你的性格的转变 有变动星座 有这样子剧烈的转变 有时候也会带给你运气 跟命运的转变 请记得 如果你能有中庸之道 我赚得多也很成功 可是我会告诉自己要谦虚一点 那我开始要 感觉到我快要嚣张起来了 告诉自己我要控制一下 如果变动星座能够人贵自知 如果你有自知之明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控管 你的基业就可以长长久久下去 而不是当你臭屁起来 当你拽起来 当你为所欲为起来 你曾经的利多 就会马上变成利空 所以你知道人生如梦的这件事情 有时候会体现在变动星座的人身上 原因就在这里 那经常就会变动星座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人生就会很像坐云霄飞车 好的时候很夯 掉下来的时候就 哇被封杀啦 然后被人家指的鼻子骂啦 这种事情变动星座有的人就会经历 过 经历过 云霄飞车般的人生 当然更多更多的变动星座 因为我们也没有拽起来的机会 那我们就一直活在很中庸里面 那也很好 那也很好 那么这样的变动星座 通常也会是周遭人的开心果 然后你们通常也会是别人心目中很好用的人 变动星座 你们也是别人心目中的所谓好咖 当你没有混得超级super好的时候 你们一般来说会是一个好咖 通常只有在非常好的时候才会被恶魔诱惑 那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别人心目中的好咖 那也很随和 然后也很尽心尽力 做任何事情也都 怎么说呢 会自己有一个自我要求 把他做到好 所以别人就会慢慢的会觉得你的能力很强 变动星座很可靠 然后事情交给你就没问题 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自我要求是有的 你会自我控制 自我要求 所以这个就是摩羯心 摩羯这个公位在你们的固定公位的时候 带给你们的 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所以第一谦虚 第二当一个好咖 然后第三在你能做的事情上 自我要求跟精进是对的 久而久之 你们通常会在你们的专业领域 变成一个不可取代的人 或哪里缺 人手的时候 第一个我会想到变动星座 你们双子 因为就觉得找你们来就没问题了 你就算平常疯疯癫癫 你也不会在工作上疯疯癫癫 听起来像工具人来着 变动星座是很好的工具人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你只要告诉变动星座 你要他做什么 希望他做到什么地步 变动星座很一 随和嘛 他不会什么 这种分量我不做 不会 变动星座 求来就打 然后这又是他可以做到的 那何乐不为 所以我们刚刚讲 是个好咖来着 才能够当好的工具人 好 那工具人们 我们群星进入了我们的固定工位 我们该做什么比较好呢 可以得到Lucky呢 第一个我觉得你们就是最该买福袋的人 可以抽奖 可以试试看手气 因为固定工位里面包含了正裁跟偏裁工位 尤其正裁工位偏裁工位 尤其是focus在双子座跟射手座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们有试手气的机会 不妨试试 我不会劝你们什么一定要去什么什么 什么赌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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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刚好过年嘛 如果买个彩卷啊 福袋啊 然后试试抽奖啊 应该有机会哦 有机会 但是 抽奖运当然还是要看你的本命星盘结构如何 所以你不要乱赌就对了 好 不要乱赌 好那跟钱有关的事情 不能冒险 可是可以累积 所以如果你是有 战机 比如说工作上有战机 你也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让老板知道你厉害在哪里 那也许就是你加薪的契机就来了 好不好 这是你可以争取的lucky 还有最近对身体方面的体能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所以变动星座同学 我会建议你想得到lucky你要去运动 你要多动 多动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健身房 没有关系你只要动的比平常多就好了 比如说多走两步路啦 然后多逛街也可以也可以 多动一动 不要坐在那里每天叫着人家送餐来给你吃 这样子就会浪费掉了这一次的提升自我的契机 运动会带给你 或动起来会带给你lucky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表现你的才华 因为双子射手系统是二二跟八嘛 那如果是处女跟双鱼系统的话就是五跟十一 五跟十一就是亮相 那所以我告诉你哦 你一定要怎么说呢 打扮喜气一点 喜气一点 你总会有一些场合是要亮相的 所以变动星座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要去 要你上台报告 要你主持尾牙 要你正式的去跟谁亮相 比如说这个什么团拜 然后大家都是好久不见的 你就是要去那边跟大家say hello 大家的焦点是focus在你身上 你一定有上台的机会 你一定有表达自我的机会 那你也要好好的阴影 比如说好好的打扮啦 然后该说什么就说 你说就会带来幸运 贵人才会出现 贵人跟好事才会出现 因为你平你如果很收很长 别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你需要什么 或者他们能给你什么 那好运就算圣诞老公公或者是财神爷在你旁边 也不知道你要啊 所以所有的变动星座你要什么 你要说出来 要说出来 跟多参加一些活动 我们刚刚讲亮相嘛 多参加活动 然后在亮相的时候 把自己做一个比较正式的打扮 我相信我相信所有变动星座 你们也会有打扮的压力 比如说最近可能有人会说 你是不是变胖啦 有没有 或者是说你衣服要不要换一套啊 你怎么老是穿的像工人 你怎么老是随便穿等等 开始有人问你要不要去买衣服 有没有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固定工位的能量 因为 你也要谢谢这些人 因为他好像已经提前看到了 你会有正式亮相 不是正式亮相啊 应该说 你要亮相的有效果 你就要有令人惊艳的部分 所以你的打扮不是说要四平八稳 你的打扮要令人惊艳 你就把它当成演戏好了 我今天要演一个丈母娘 所以你就开始打扮得像丈母娘 你给自己一个角色 我就会比较容易进入 或我今天就是想打扮得像 某一本杂志的封面 你可以自己一个设定 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 这样也比较好玩 变动星座同学 真的有被人家说变胖 对不对 因为就是最近大家会注意你的外表 会注意你的身材 所以变动星座同学可能这段时间 如果你真的胖了 那穿着可以把胖遮起来的衣服也很重要 阻止别人攻击你 这也是一种好运啦 好哦 那当然既然有二八 我们说二八公 二八公是射手跟双子 那射手跟双子同学 你们可能就会有金钱方面的一些事情 最近正在忙这个 然后你们在做很多事情也会有价值的衡量 比如说这件事可以带给我什么效应 然后我需要花这些钱吗 然后这个效应值不值得我付出这些力量 这些时间 所以我觉得双子跟射手的同学 你们最近都在做很多这样的评估 或者是开始有东西跟你报价 然后报这个价报那个价 然后这个旅行要十五万 那我要去吗 我以为只要十万呢 那你就可以开始考量了 那值不值得要订商务舱还是经济舱 要住这个饭店还是住那个饭店 你就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比较 那处女跟双鱼的话呢 你们就有我们刚刚讲的外表的压力啦 亮相的压力啦 所以穿搭穿伴方面就是尽量自己开心 然后亮相的时候你一定也很希望给人家好气色的感觉嘛 然后相对的相对的 你们也会有 我们说摩羯也跟祖旨有关 所以也许也会有 你想去但是人家不让你去这样的事情发生 处女跟双鱼的同学 那一定是你没有到位 比如说你硬要去某一个人家的公司 然后可是人家公司里面就已经不招聘啦 不招募啦 活动截止啦 你很可能就会遇到 No 不行 下次再来 下次请早 那一定 如果你会被人家排挤或者是排斥 一定是你不符合他的规矩 不符合他的规则 使然 所以你想要加入你就要花一点力气 花一点时间去突破那个桥 突破的突破你没做到的地方 一定有什么地方是他有的防线 你没有看到 那你现在看到啦 你就要去照规矩来 这样是比较有机会融入的 这是处女跟双鱼 好那再来呢最后一组就是我们的开创星座 开创星座就是母羊巨蟹天平跟摩羯了 那因为我们后天就是一月运势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话我们就留到后天说 我们今天只是在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幸运 那我们刚刚讲双子处女射手双鱼要打扮起来哦 然后也可以买个彩券啊 买个福袋啊 帮自己抽奖啦 这些都是增加幸运的地方或者是去运动 这个请不要小看哦 这是真的 你只要体能提升了 身体变瘦了 看起来漂亮了 你的运气就好了 这是变动星座 那最后就是开创星座 开创星座 摩羯的星群就在你的开创宫位 简单讲就在你最重要的人生十字的宫位里面 那当然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开创星座 你们就是主角啦 首先摩羯过生日 摩羯当然就是主角 你们就是主角 就好像我最近看到锦上雄雁 看到版本龙翼 看到那个宫崎骏 他们都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人开始一一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对不对 那其他星座也一样 也会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大事 或你们正在做对你们自己而言 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既往还是开来 既往开来 把过去做一个研究 我到底做对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 然后以便我 规划我的未来 这是开创星座现在正在做的事 好 那再来就是 呃 当然这个能量场 这个能量场就是木星现在也在开创 然后太阳群星又在摩羯也在开创 所以现在是开创在打架 这样知道吗 好 那于是我就列出了几个日期 未来一个月里面 好 当月亮也走到开创的时候 就会拉出square 就会拉出大十字 好 就会拉出来 也不是大十字啦 就square 或者是对分像 那就是所谓的 这种 嗯 比较破坏性跟攻击性能量爆发的时候 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来 第一个是1月5号到7号 那个是月亮巨蟹的时候 那就会跟摩羯星群对冲 就是所谓满月的时候 是1月5号到7号 我3号会出国 嗯 所以我的1月5号到7号 这个满月我会在国外 呦 好 第二个呢 我 我 我相信那段时间 我胃口一定很好 因为我最有破坏力的 就是我的胃口 它会破坏我的身材 然后再来是1月13号到15号 大家可以写一下 月亮在天平 那那个时候就会拉出square 就会拉出square 所以那段时间 哦 听说是解封了 隔壁国家解封了 哈哈哈 他们要放人家出国了 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冲击出现 那再来第三段时间 就是过年的时候了 1月20到22 20是小年夜嘛 21是除夕 22是初一 就是这三天 是月亮在摩羯的时候 呃 所以那段时间 我们一定是跟家人一起过的吧 大家都会守岁啊 然后行李如鱼啦 然后透过 透过大家好好的互相守护 我们度过这一年 不要忘记了 过年就是年关 年关 OK 我已经说过了 年关会有 会是个挑战来着 就好像人生 这个列车走到了一个大车站 是一样的 有些人就会挑选这个时候下车 所以这样的事情会非常多 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生病的关系 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天气冷的关系 都有可能 嗯 好 那而且冥王星要进水瓶了嘛 对不对 3月 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年关 你也会感应到 在木土进水瓶的时候 就是疫情爆发 所以冥王星要进水瓶 我不敢说它不爆发 也有可能要爆发 所以我们虽然已经跟病毒共处了 一段时间 可是该保护自己还是要保护 我们可能又要面临新一轮的保护自我 我们可能又面临了 这一点是提醒大家要注意 不可以以为我们就安乐 好喔 那我们来看 开创新作 要怎么样得到Lucky呢 那首先当然谢谢小七 1月1号开始 福袋开卖 那我们有四种价位 299 499 1299 1299为什么多出那么多呢 因为是小家电 我们有气炸锅 我们有火烤两用锅 都是1299就可以买到的 重点是它是跟卡通图案做结合 有迪士尼百年经典百年庆典系列 有皮克斯 有角落小伙伴 有Hello Kitty 有卡纳赫拉小动物 好 那这是1299 1699就是行李箱 好不好 那行李箱也是跟那个 就是我们可以拿到飞机18寸的行李箱 上面都有着你喜欢的图案 然后299跟499 这个是299 这个是499 299里面就是一些零食饮料 里面也有抽奖序号 那499呢 里面就是有我们的保温杯啊 冬天到了嘛 放个热巧克力 保温杯 以及保鲜盒 也都是卡通图案哦 所以如果你是卡通图案控 小七有帮你们谈到 这个好漂亮哦 这个保鲜盒很漂亮 我家每年都有很多 我跟小七长期合作嘛 每年都有很多他们的产品 真的设计的很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会送出5组499的福袋给大家 就是有保鲜盒 也有这个保温杯的福袋给大家 里面也有序号哦 那我们就今天留言 社公开分享 你留你曾经抽过什么奖 那1月3号5点 公布大家的名单给大家 好不好 那这个里面的序号 就可以抽这个哦 我们有双重抽奖 第一重呢 就是马沙拉蒂 然后跟光阳电动车 以及万元的旅游奖 那第二重呢 就是抽马沙拉蒂 跟薄金包 30寸的 30寸的 这上面写 市价86.6万 牛皮的30公分 好哦 如果你对薄金包很有兴趣 我们来抽抽看 好不好 那高价的序号 就会多几个 1299加电的 也会送你一杯星巴克 然后1699行李箱 会送你两杯星巴克哦 好 那最后我们就是来看看 我们的开创星座了 开创星座 1470 为什么说是人生基本公位 就是每一个开创星座 牡羊 巨蟹 天平 摩羯 一定面临生命当中 一些很重要的课题 比如说要不要搬家啦 太阳上升在这个地方 跟家人的相处啦 我们刚刚讲 有些人说 家人一秒就让你动怒 或动气 所以你家一定有事 开创星座同学 家里一定有事 事业上一定有事 不管是家或事业 什么事 也许是有很重要的抉择 也许是你要准备创业 或你正在做这个 以家为主 还是以工作为主 这样的一个决定 或蜡烛两头烧也有可能 那再来就是一跟七 一跟七就是做自己 还是为别人 你一定也在为自己多一点 还是为别人多一点的 这件事情上有所拉扯 然后怎么样才 不会被人家说 我们鸡婆 然后让我们很切心 因为你做了那么多 然后得到这种评价 谁会甘愿 可是有时候又有一种 你已经觉得你做过多了 还被人家说做的不够 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 也会是这段时间很重要的感触 跟感受 或者是被人弄得很抓狂 或者是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这种别人的生活方式 是你很欣赏的 还是你觉得我千万不要跟他一样的 你一定都会很有感觉 有向往 有为者亦弱势的那一种 然后也有那种 哦呦 怎么有人把自己活成这个德性 所以对你的人生的一种感触也好 冲击也好 让你很有感觉 这是开创新作 目前一定会遇到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引爆 这个觉知觉醒跟破坏力最强的时间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日期 1月5号到7号 1月13号到15号 1月20到22号 那这些时间呢 多少你可以观察一下 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就会有所谓的 我们刚刚讲破坏性也好 或者是震动性也好 或者是有必须下定决心的事件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会在那段时间跟你说 你可以选左边或右边 你自己考虑看看 你就面临了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 在那些日子里面 也许那个抉择也没有大到哪里去 但是一定是对你来说意义很重大的 这18款抽中 哇 长甲 希望第一次中奖就抽中马莎拉蒂 我从来没有中过大奖 我真的从来没有 我就算中奖 也都是中很小很小的小奖 我真的很想知道中大奖 是什么职位 我很好奇我会不会变形 我会不会就不想工作了 其实我应该不会 但是 那个冲击应该是蛮大的 是不是会变得比较大方 还是浪费 还是我会藏起来 还是会公告大家 我不知道 好想知道 我会不会 好哦 母羊好怕二三年 不要怕 怕有什么用 怕不就也来了 对不对 有什么好怕的 就来嘛 日子一天一天过 你不知不觉也在过 好 心象不是要来吓大家都 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开创新作 母羊巨蟹天秤摩羯 那母羊跟巨蟹 母羊跟天秤系统就是四根石工 四根石工一定你们会在自己的事业上 或者是家庭里都很有感觉 如果你们很成功 你们在家人面前就走路有风 是不是 你们也会是家人眼中的骄傲 那骄傲这件事情呢 也许也会让你有一种 我要更负责任了 我的担子更重了 我要表现的更好 你们会有此压力 我要当大人了 也会有当大人的表现 比如说看起来比较成熟 稳重 然后你自己也会给自己 新的年度的期许 所以母羊天秤系统的人 多半就是会有这种 肩膀很痠很痛的感觉 你们可能要去SPA一下 你们可能去按摩一下 做做按摩椅啊 捏一捏肩膀啊 因为你们肩膀都会轻起来 很轻 OK 这是混的好的 也给自己压力 那混不好的很可能就会 哇这个过年就有点难过了 就是亮相的时候就很怕人家问啊 就很怕人家损啊 或者是万一家里有讨厌的亲戚 有没有 所以也许 自觉混不好的 在这个方面抗压性很低的 就会很想躲避 因为亲戚朋友里面 说不定有混的很好的 那 人家就会反过来说 你看看你 说不定有白目鬼会讲这种话 所以很多母羊跟天秤也会 在这段过年期间 给自己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然后就会尽相情缺 就会不敢回家 不敢跟家人相处 或者是你要保证这些家人都是OK的 都是正常人 你才愿意跟他们相处 可能就会有这种尴尬吧 应该这么说 好那当然我觉得啦 我觉得 其实你应该要做的不是爱面子 牡羊天品系统 或开创星座的人 你要做的不是爱面子 说真的 你听起来很难听的那些话 说出这些话的人 他本意真的是要关心你 因为一四七十的人 除非他真的就是你的仇人 他摆明着就是你的仇人 类似夫妻相处不好 所以对方已经不会讲好听话了 除非他是这样的人 否则亲戚朋友 所谓的那些亲戚朋友 都是出于关心 只是嘴巴很笨 有些人就是不会讲话 那你要 你不要把人家的不会讲话 拿来惩罚你自己 成为你尽相情缺的原因 真的没有必要 事实上你只要突破这个个人障碍 你就会发现家很温暖 然后家人其实是很关心你的 然后只要你愿意承认 对我很脆弱 我需要你们的安慰 你们的抱抱 你就会得到家人的安慰跟抱抱 他们可能也会知道说 那我们不要讲难听话刺激你 原来这个话是难听的 好不要不要 那我们其实只想对你好 你其实可以领到非常多爱 你可以领到非常多的爱 那这个爱 家人的爱 你重新把它捡回来 把它牵起来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未来的一个月 你的幸运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幸运也可能是你的老板 比如说你多跟你的老板亲近啊 以前呆过的行业的老板 也可以跟他们重新连接起来 以前的同事 然后以前的长辈或长官 也都是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大方的说出你的需求 你的贵人就被你找回来了 他们都是你 可以当你的贵人 你如果先把它设定成 他会让你有压力 那他就只会让你有压力 对不对 这样懂我的意思 那所以你们是有贵人的 有贵人 但是要突破你的心魔 开创新作母羊 巨蟹天秤摩羯 我觉得都算 虽然是只有在母羊跟天秤 有一四宫 可是有四宫跟十宫 可是所有开创新作都算 请突破你的心魔 第一个 不要 你没有达到你自己心目中设定的成功 不代表你不成功 你懂我意思 你不要以为别人看不懂你 不要这样想 你还有 你还有 自己的家人也好 或者是你没有家人 你有伙伴 那些很重要的伙伴 怎么样都会支持你的 所谓的自己人 这个都是真的真的很爱你的 所以你不要先设定你是孤独的 你如果设定你是孤独 那你就真的孤独 好哦 为什么看不到留言呢 看到了看到了 吓死我 好那再来就是 一七宫 一七宫的话呢 是发作在巨蟹摩羯系统 巨蟹摩羯系统 所以这段时间你们都有在做自己跟看别人脸色之间徘徊 好 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会觉得你们都要衡量一下做自己到什么程度 为别人到什么程度 请记得 因为 你没有秤好这个秤 你没有做好这个打算的话呢 是会让你崩溃的 比如说 如果你做过多 然后你又觉得对方没有搞清楚状况 也没有谢谢你 你是会崩溃的 比如说巨蟹做 因为你就忍不住会去想啊 你迟到那么多遍我都没说话 为什么我迟到一次你就要凶 你就会爆炸啊 因为你委屈太多了嘛 对不对 那个摩羯也是啊 摩羯一直都在很客气的很自我压抑的 然后努力的 可是 怎么还得 还会被人家这样说 还会被人家这样念 然后 也没有得到很多人 尤其是摩羯 摩羯的忍耐跟压抑 那个十几二十年起跳的好不好 十几二十年的省吃俭用 十几二十年的关心付出 我得到了什么 所以很多摩羯也会因为觉得 好不值得哦 或者是 比如说你在喂你的子女啊 你在喂你的另一半啊 然后另一半还白目 马上就可以啪就爆炸了 所以 你 跟别人 的那个亲疏远近 你是怎么做的 你做的事情 她 她的感受是什么 她有没有 好好地收到了 你要给她的感觉 也许 你的方法过度的自我压抑了 她根本不知不觉 然后或者是 你自己 很苛刻你自己 摩羯 尤其是摩羯 或巨蟹 你很苛刻你自己 但你不说谁知道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你在自己跟别人之间 你不能只是默默地做呀 很多事情不沟通 或 或 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以为你这样做别人会知道 或你这样做别人会感激 有时候你也把话讲得很白 我这样做你要感激我 我以后老了以后你要孝顺我 有时候又 一旦你说的太快 说的太多 说的太直白 你也会发现你得不到 因为 你也在给别人压力 你要么就是隐形的压力 要么就是名字的压力 这是巨线摩羯系统要注意的 那最近这种事情就会发酵 比如说随着别人跟你互动 你会开始觉得怎么 嗯 我的方法好像不奏效了 或者是类似 有的人 反而跟自己稍微有点疏远 或 你自己跟别人疏远中 大家群组讨论的很热闹 就你一个人不讲话 你不觉得也很乖吗 对不对 你你应该也有话要说吧 你也要凑一下热闹 好 那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开创星座的人 要怎么样让自己幸运起来呢 第一个 打扮很重要 所以未来的一个月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开创星座的人穿搭正式一点 总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们在1470公位被couch的时候 树立自我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穿搭是在告诉别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过度严肃 那你就把自己穿温柔一点 所以我们的打扮我们的穿搭是走综合路线 综合掉你过度怎样的一个特质跟特色 如果平常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太三八 那我们就严肃一点 那人家觉得你平常很严肃 那我们就放松一点 或者是你想要别人觉得你很lady 那你就粉红色啦 然后比较柔软 比较colorful的颜色啦 我觉得都有助于帮你把话说出来 用穿搭来说话 这个会带给你lucky 你会省很多力气 你可以不用从个性改那么多 你先从颜色打扮 伪装好了 做一点伪装 然后用你的打扮来说话 让别人觉得你今天心情好 让别人觉得你很好相处 这个也都会带给你比较有柔软的可能性 因为一因为开创星座本身就是很强硬的人 再加上开创公位有心 你就更强硬这样知道吗 事情一言不合说不定就白热化了 说不定就很直接的说 我就是不喜欢他 我就是讨厌你 那我们用迂回的方式来帮助自己 就是打扮穿着 好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形象啦 你要做什么形象 那第二个 如果你跟家人是有机会亲近的话 家人也会是你的贵人哦 有的人可能做不到 因为就是跟家人可能很久不讲话了 可能就是一相处就生气 可是其实家人会是你的贵人 从两个可能性了 就是他们很烂所以你要很好 这也有可能嘛 因为他们依靠不了 所以你得要自立自强 你就越变越好了 有一种贵人是走这种逆境菩萨路线 但是也有一种是家人真的可以帮助到你 出钱出力 只要你需要 他们愿意支撑你 你没有开口之前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对不对 所以开张星座不要尽相情缺 不要觉得不可能 不会的 有可能哦 凡事是有可能的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许愿 许愿 嗯 许愿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 不只是心愿许愿 我觉得开张星座许愿就等于在自我整理 应该这么说 你就随着你想许什么愿 你就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 那这个是自我整理 我在逼你自我整理 自我整理 你就开始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次要的 呃 或 我其实得到很多 或我其实失去很多 之类的 然后你许了一个愿之后 你就等于替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因为你们个性一板一眼嘛 那你设定了一个目标 你就比较掉定嘛 你就往那个目标去 有目标很重要 对开创星座的人来说 所以当你迷惘的时候定一个目标就对了 我想要至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之类的 好了 你既然许的愿叫稳定 你就不要计较钱多不多 那你也不要计较什么 这个地方 这个人有没有很讨厌 没有他很稳定 那那个人有点讨厌 也许可以忍受 就是你要开始分一些类 分出你什么是可以忍受的 把那个排序排出来 做一下这个事情 许愿可以帮助到你 变lucky哦 好 然后我又看到大家的抽过什么奖 哇 洗法金套组 月亮摩羯不算 摩羯不算 嗯 我们说的是太阳跟上升 嗯 好哦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人际关系是互动的啦 我说真的 嗯 不是没有好的 也许我们遇不到 或也许 就是眼光不好 或你可以把好的变坏的 那你就会觉得你没有遇到好的 也有可能 是不是 好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今天一个半小时讲完耶 耶 一个半小时 可是我们后天要讲四个小时 后天是十二月二十九号 虽然不是十二月三十一 十二月三十三十一 大家都要忙跨年 所以我就在二十九号 先提前跟大家运势直播 明年一月份 好吧 一月份也很精彩啦 有水星逆行到顺行 然后也有火星恢复顺行 然后天望星也恢复顺行 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地方 那今天谢谢小七 把福气送给大家 有抽奖的机会 我刚刚有说过哪一组 可以抽抽看 是不是 那其他组想试试手气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的 我们一月一号开卖 好不好 零点就可以冲去买东西了 就可以冲去买福袋了 尤其是这一次是百年庆典 是迪士尼的百年庆典 那当然这个图案都是 是跨界的 是他们跨肖像一次收藏 如果你是收藏家的话 不可错过哟 那更不要说还有 皮卡 皮克斯啦 不是皮卡 皮克斯啦 Kitty啦 还有角落小伙伴 跟兔年代表卡纳赫啦 那就希望大家开心 中奖 好不好 还有1月3号 我们也会有抽 5个499的福袋给你哦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有收到我的祝福 跟我的提醒 后听见 拜拜